10分访谈 今天我们来谈弱势学生缺课的问题 政府刚宣布将进一步的扩大提升计划 来帮助弱势的家庭改善孩子们的缺课问题 其实在过去的一年多来 本地的中小学因为冠病疫情 不时实施居家学习 但不是每个孩子能有效地从这个学习方式中的受益 那么一些学生在疫情前可能就已经有缺课的问题了 而居家学习也使得老师在指导这些孩子学习的时候 增添了一些难度 社区在协助解决弱势学生缺课的问题上 能够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今天10分访谈我们邀请了物落北泰河关的 家庭服务中心的执行总监陈来顺和我们一起探讨 陈先生好 陈先生你好 嗨 你们好 在疫情期间学校不时会实施居家学习 那么对那些本来就有缺课问题的孩子们 带来哪些方面的影响呢 他们面对的哪些问题呢 陈先生 那个居家学习 其实在这个疫情期间 这个居家学习其实带给这些孩子有几种的情况 有一种之前可能都缺课了 不过因为疫情需要有 可以有这个居家的学习 很容易就可以在家里上线上课 所以他们可能就在这期间 就会去投入在这个居家的学习 然后当这个居家学习结束之后 他们可能还是不肯回去到学校 这是一种情况 还有另一种情况呢 是之前都有去学校的 然后因为这个疫情 然后打乱了他们的平时的那个规律 然后也可能受到一些朋友的一些影响 然后也没有就是没有去 对就被这个疫情的这个情况 打乱了他们的那个规律 刚才您提到就是有一种情况 是孩子本身就有旷课的问题 根据您的观察 这主要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 可不可以以一些案例和我们分享 其实原因有几个 有些孩子 他们的父母亲 他们的家庭都可能 大人需要去关注家里 因为在这个疫情当中 他们需要去关心他们的工作 收入等等 然后也可能在家里 可能有一些冲突 矛盾等等的东西 然后大人呢 就可能去关注到这些问题 然后没有时间 跟精力去督促孩子 也没有去上线 学习或者去学校 有些家长也有自己的价值观 觉得教育是不重要的 他们觉得说孩子 要不要去学校 要不要学习 不用紧 甚至有些还叫自己的孩子 帮忙在家里做家务 或者照顾他们比较年幼的弟弟 或者妹妹 然后有这样的价值观的时候 孩子没去学校 他们也觉得没关系 除了家庭的因素 朋友之间的互相影响 也是一个主要的关键吗 对 所以有些孩子呢 他们可能周围也有朋友 不上学 不学习 所以他们觉得 这些朋友都很好 都没事 轮回被他们影响 又有些呢 可能他们去学校的时候 他们想去学校 不过他们在学校没有朋友 或者有时候因为自己的家庭的一些因素呢 然后去学校的时候 可能被朋友啊 取笑啊 嘲笑啊等等 或者有时被欺负 这导致到他们就可能觉得 他们不想再回去学校 去这样一个环境 被欺负 的确哦 学生缺课的问题 如果不尽早处理的话呢 学业会越来越跟不上 然后他们自然呢 也就更不想上学 最终可能会演变成 辍学的严重后果 那么就可能会影响到 孩子未来的就业 还有生活呢 没错 而从社会流动性的角度来说 如果无法帮助这些孩子 获得这个教育的机会 通过更好的职业发展 来改善弱势家庭的生活 就很难帮助他们摆脱贫困了 所以从社会的最低层 扶持到中上层 当然这也是政府推出的 这个提升计划的目的 是我们常说呢 要教育一个孩子 需要举全村之力 那么除了学校的老师之外呢 要解决学生缺课的问题 社工和社区 又能够扮演什么那种角色呢 谢先生 对 专业的社工呢 在社区里面 经常会介入到这些家庭 去帮助他们 解决他们潜在的一些问题 然后直接的给予他们一些资源 不过社工 没有就是本身可能 就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个案 或者案例 所以他们不可能 就是一直陪着这些家庭 还有孩子 所以觉得社区的一些志愿者 一共可以进来 这样的一些家庭 然后给予一些的辅助 资源 来帮助这些家庭跟孩子 我觉得这个是有效的 那么具体来说 当这个你们家庭服务中心 接到了这些旷课问题的学生的时候 你们社工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去帮助他们 那么他们学生又会比较乐意接受怎样的帮助呢 我们会就是去了解他们的情况 然后看他们的父母亲面对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然后看可以怎么去直接的去帮他们解决这些问题 不过有时这些问题可能需要时间慢慢的去解决 所以就可能要花长一点的时间 然后孩子呢 对于孩子我们也是会去做一个聆听者 去了解为什么他们不去上学的一些原因 然后看可以怎么去帮助他们 或者甚至鼓励父母 怎么去鼓励孩子去上学 所以这是我们社工可以去做的一些事情 除了社工之外 我们知道政府也在提升计划下招募志愿者 陪伴这些有需要的孩子还有家庭 那么你在文理的义工综合中心 为志愿者提供培训 那么这些志愿者跟社工所扮演的角色 有哪些不一样的地方吗 他们是怎么样去帮助有旷课问题的孩子呢 对 这些志愿者跟社工扮演不同的角色 据我章台所说的 就是社工可以去帮助这些家庭 去面对他们潜在的一些问题 然后因为要解决这些问题 可能需要长久的一些时间 然后父母也可能跟社工去面对这些问题 然后有时候可能还是没有时间 或者没有精力去照顾 或者督出孩子 到底有没有去学习 有没有去上课 志愿者进来可以扮演一个知识的角色 他们介入到家庭的话 他们可以就是去陪伴孩子 然后有时候孩子可能学习上有一些问题的话 他们可能找父母的时候 父母可能很忙 没有时间 或者有时候也不知道怎么去回答这些问题的时候 志愿者可以就是去督导孩子的功课 学习 然后这样做的话 也可以减轻父母的一个负担 这些志愿者也可以分享他们自己的一些经历 他们在做什么 他们在做什么工 或者他们有什么兴趣 这些我都觉得都有正面的影响 去影响到孩子 对于学习 对于他们将来想做什么的一些希望 然后父母也可以通过跟这些志愿者 甚至社工的话 当他们去交流的话 然后一起去合作的话 也可以有正面的影响去改变 改善他们自己对于教育的一些价值观 其实要打造一个包容性的社会 我们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尽一份力 去给他们关怀和陪伴 今天谢谢陈先生的分享 谢谢陈先生 谢谢你 谢谢你们 好 下一段的节目我们来关注的是 艺术除了是现实生活的反应 也可以传递正能量 这个小老鼠代表我们小朋友们 在新加坡的小朋友们 这个大象是代表我们新加坡的外地老公 会学习怎么能够有更多的包容 怎么彼此尊重 彼此理解 广而过后的诗诚花艺 看本地艺术家如何通过戏剧 向年幼孩童灌输价值观 达造更具包容性的社会 接走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